我们今天马上就要走啦 大家好 我们现在在去机场的路上 终于踏上了回国之旅 然后翠哥在开车送我们 他心里非常的郁闷 因为我们要走好几个月 看来在这里的赌亲 非常不客气 OK 我们现在已经到达机场了 因为我们想直飞天津 只能选择坐库航 然后库航的商务舱 基本就是个假商务舱 所以我会非常辛苦要跟翠宝 分享一个他所谓的商务舱的座位 但是跟一般的那种宽的是不一样 这个只比经济舱稍微宽一点 总之会很辛苦 没有办法 飞天津直飞的只有这一班 那给你看看翠宝 他现在还没睡 已经晚上10点多了 你还这么精神 你也不睡觉 你跟妈妈回国你开心吗 你超开心对吧 大眼睛宝贝 你看老婆老爷 还有我们的飞庸阿姨 上一机场还是非常萧条的 尤其现在是板上 基本没什么人 应该是那个人 但是我们有没有优先呢 这个School bus 我们现在都坐好了要走了 翠哥抱着什么 我都不哭了 好 我们要走了 我没有 我会看到几个月 谢谢你 谢谢你 拜拜 拜拜 OK 我们终于走了 现在都在查看了 现在跟Sucili比更好 还好 让爸爸抱一抱 不不两抱 快 给爸爸来个kiss kiss 给爸爸来个kiss kiss 终于登机了 已经1点了 小娃娃也不睡 还特别精神 我们看看School的这个商务窗到底是什么样子 这个就是假商 你跟妈妈坐这个 OK 我们现在登机完毕 现在整个他这个kiss 这个仓里边挺空的 后面的人还挺多 我们现在已经到天津了 这个商务窗的坐实在是太难受了 我们这个票单价7000多将去8000块钱一张单成的 所以这一套价格还是很高的实在是太难受了 坐的就胆 向后养的幅度又小 小孩很受罪 劝大家如果有孩子的话千万别飞这个 我如果再飞的话 我会飞上海的 我们现在已经到隔离的房间了 是一个非常小的儒家 我们全家住在这个房间 但是他们还挺好给了我们个家庭房 给大家看一下 这是豪华宾馆的景观 骗池子 我还有一棵树 这是我们来的第一顿饭 人造鸡蛋 肥肉丸子和这个 餐食的标准是一天100块钱 这是我给翠宝弄的婴儿餐 一个紫米粥 多少钱一斤 不知道 鸡蛋给我们蒸你这么丑 但没说多少钱 你怎么样 你看你头巾都变成这样 他脚边就变成凳子 妈妈还跳镜去了 不会掉下来吧这镜子 妈妈跳舞 妈妈过来别弄那个 到妈妈这来 来 来 过来 来 给我一个橘子 不烂 哈哈哈哈 我太急 我的橘子没有烂 我真心 我真心女儿 我的橘子没有烂 我的橘子没有烂 我的橘子 鞋多脏啊宝贝 别在地上玩 哎呦 没有办法 我刚把这地上擦了一下 你还摸完地摸脸 过来 这个是新加坡那边给我的 专门给两岁下小孩消毒了 过来 过来 给大家看一下我这次隔离 带了一个我正在试的神器 这是一养生壶 脆妈包的六百多层 搁的包也带回来 能够煮点粥啊 据说还能蒸东西 这个可一锅多用 好像特好使 不知道我还没有试过 所以我现在先试用 用语衣都用了 用语衣都用了 在那里三层外三层带回来的 太不容易了 啊是吧 是吧 娃娃满脸都脏了现在 像一个要饭的小孩 啊 what are you saying what are you saying 因为娃娃就在这待完回家 不能上学了 她现在不会说英语 这是一个问题 所以我可能得跟她说英语 哇塞 我们刚刚一开门 看到我的团队给我送了好多东西 哇好美的花 还给宝宝寄东西 哦晚饭也到了 咱把他们都拿进来吧 这都是给咱的东西 都是的 这给咱买脱鞋 还给咱买了一箱水是吗 农夫单全 我脱鞋 终于有脱鞋 我现在这个脱鞋 我的天哪 穿的时候每天都得脱 都是这样 你先过去 玩命这样脱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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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脱 实际上现在特别黑 其实弄那个 这是炖肥肉 今天晚上的伙食还行 我觉得 是吗 这个味道还我吃的还行 是吧 早点的这个肠实在是太肥了 我没法吃了 隔离第三天 她自从来了就拿妈妈的花生包当玩具 我这越来越空是怎么回事 我都给她挪在那里去了 妈妈满满的 这花生包现在变成这样 你看 你看 看看 看这边 脸上弄的都是液体眼影 这是尽管的那个液体眼影 哦 妈妈爱吃这个 妈妈爱吃 你看看 娃娃你说妈妈妈妈 妈妈 娃娃 怎么不说了呢 刚才不是说妈妈妈妈吗 来说个妈妈妈妈 来 说妈妈妈 妈妈妈 妈妈妈 来说一个说一个妈就给你 来 妈妈妈妈 快点 妈妈妈 快点 妈妈妈 妈妈 来说个妈妈妈 妈妈 哈哈 我买了海底老刺 嗨海火锅 好烫 收到了一个顺丰的包裹 一打开 是这个 是品牌朱立克给我送的礼物 那啥呢 就是Tracy很高兴看到您回国的消息 我们为你和小娃娃准备了一些礼物 希望可以给隔离间的你们带来一些快乐 朱立克公关团队 哦 thank you 哦 Rose water balancing mist 我很喜欢这个 玫瑰喷 哦我最喜欢activating water essence 里边有那个marshmallow root 那个超级水的 你帮妈妈打开 你帮妈妈打开 哇这些应该是朱立寇给小娃娃的 番茄沙丝 海苔芝麻 哎呀太好了 雪鱼酥 哎呀这都是娃娃喜欢的 全麦的粥 这是娃娃的拌饭小海苔 这么多好吃的 你香肉给给给你的比给我的多多了 牛肉酥 哎这就可以给他拌点米饭都能吃 猪肉酥 哦这种水果酱什么 各种酸奶 一勺子 啊 哇 真好 谢谢朱立寇 啊朱立寇感谢 这卸下来了 谢谢 真好呢 你看 真好呢 真好吃呢 嗯 行吗 好吃 哦行 好吃 可以吗 可以吗 哦爱吃 可以吗 行吗这个 可以吗 说话 先拦着你 先吃着来劲呢 嗯 带着你吃 吃吧吃吧 嗯 还吃还吃 哎呦 哦哦爱吃这个 爱吃这个 好吃吧 这好好可以 可以 这会儿 可以吗可以吗 刚跟你们能搭上话 可以吗 可以吗妈妈这个 这可以吗 哦可以可以可以有可以有 哦好吃 哦那边拿了 啊 不好意思大家好 今天是隔离的第七天 我注意在卫生间很小 那边找到一块白箱小小的角落 我可以录一点早上护肤吧 你们有买这个suture oil的人吗 这个 oil都挺好 但是我就觉得它这个味道有点难闻 但是我发现它配起用NUNA的那个美容衣 效果特别好 所以我现在是搭配美容衣来用 他们说第八九天会是最痛苦的时候 因为这个时候吧 你已经呆烦了 但是你还有六天才能走 然后我们 今天上午 来了一个七天的血清和核酸检测 就是要抽血和做核酸 但是呢它不让路 所以我就没有路 你们有多少人买了这个美容衣 真的觉得这个美容衣 是最容易让你坚持用下去的 催爸催妈都跟我抢着用 我们三千的钱都在抢这个红的 其实我还有个银的 但是大家都知道这个红的是所有的功能升级以后的 其实不管你们买什么美容衣 你只要坚持用下去 其实多多少少都管用 只不过是有的美容衣 效果很明显 有的美容衣不明显 接下来我就是差点美容素C 我前一日子在用ASUSHA的VC精华 但是那个已经用完了 现在我拿到的是最像这款 这款也非常好 但是这款它里面含酸脂 所以还具有一点刷酸的效果 这个唯一就是因为它的potency 它的有效期非常短VC的精华 都是这样 所以拿到手以后一定要赶快用 然后我接下来用的这个 是我在新加坡前一段时间 进入我阅读爱用的那个品牌 这个是在东南亚新加坡动火的一个贵妇品牌 它叫Alexander & Co 这个是新加坡一个人投资 但是用日本技术做的 它是利用蚕吐出来 那个把蚕碱粘在一起那种唾液做的一种护肤品 它这个背后的解释 我觉得非常种草 我就拿回来用了 它背后解释是蚕吐出来的那个分泌物 就用来制作蚕碱的那个东西 它有保护蚕碱的功效 后来很多大量的研究 发现就是蚕碱的那个丝状的那个东西 跟人的皮肤的这个fabric 这个纹路很像 你知道蚕碱的它保护里面的蚕宝宝 所以它还防腐射 防外界污染 防一些有害的东西 所以这个是被东南亚的贵妇称为抗老第一面霜 所以真的非常好 我自己空瓶了一个在新加坡 这个是第二瓶 它有一个眼霜还有一个面霜 而且你看它这个面霜的质地 特别的好 然后特别滋润 但是又一点都不油 吸收的特别快 而且味道也特别好 而且没有防腐剂 没有paraben 孕妇和哺乳期的麻麻都可以用 但是它就不是纯素 因为它里面有肚子分泌物 有残的分泌物 你看瞬间吸收了 而且就会觉得特别滋润 然后我每天用它油 就感觉我的皮肤被粘牢了 就是固定住了 希望抗老非常油 我自己用了之后 我还是非常喜欢的 如果你们想要的话 也可以考虑拿到店里来卖 最后 先让我在室内待着 再擦点防晒 Evidence 三重胶原蛋白防晒 不出门也要防晒 最后一步 你看我的嘴 因为回到天津之后 真的好干好干 这两天开始擦 之外的唇油 这款唇油里面 有非常丰富的人素液 在北方的春天真的太需要了 OK了不打算化妆 这就是我的白天的后腹步骤 我要有时间会录一个晚上的 估计如果没有时间算了 大家好 今天已经是5月3号了 我们隔离还有两天就要结束了 今天我们要进行在集中隔离的最后一次核酸检测 然后小娃娃这几天表现都特别的给力 基本没有让我着急 天天就自己看看iPad上动画片 自己玩啊走来走去啊什么 我们正在等着别人过来给我们做核酸检测 我已经好久没有化妆了 但是每天护肤还是非常的严谨 你妈照你了 我给娃娃梳的这个头发 快摆这个拿下来 你妈照你了 梳的不行 喊妈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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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烧у 烧 林喱 他200 他们化妆 ہ 我们走一路一路一路 小孩停止去遇到一个人 然后走一路到地上 去出发的热 准备 准备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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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你嘴上都是什么东西 好了好了好了 好了好了好了 还好 真是新的游戏 你这是 你这叫锻炼吗 你这没锻炼 你这不叫锻炼 这是老爷锻炼 不是你锻炼 他还挺美 多美 今天是我们隔离最后一天 明天就走喽 我们刚才都核酸检测完毕了 然后现在给大家看一看 最后一天吃饭还是不错的 大家看一看最后一天 有炒土豆丝 虾 这个是我两个星期以来 第一次化了一点妆 我们今天马上就要走了 还有半个多小时吧 还有半个多小时 我们都已经在繁忙的收拾当中 大家看一看 我们这房间还很乱 我做之前要打扫的根 终于自由了 好了 现在我和娃娃可以走了 拜拜 好久没看见阳光的感觉 现在大家都在娃娃运行里呢 这个是我们隔离点的酒店 永远不会把回来的